站在尼泊尔知名景点大佛塔前 谢克俊笑得灿烂 自住到尼泊尔学佛近了两个月时间 地震发生当时 他人就在加德满都 情友相当担心 脸书也涌入许多留言 希望他平安回家 我在这地方是勃扎 那个勃扎也裂开 目前的那个政府方面 都没有给予任何的 至少我 我这边没有 好像都没有给予任何的援助 谢克俊提到 正后尼泊尔饮水出问题 没有干净的水能喝 这几天很多人都靠寺庙援助过活 寺庙是有提供一些食物跟水 还有他们有提供避难的地方 其实台湾人和谢克俊 一样的自由行旅客不少 到尼泊尔当背包客 学佛或学画 目前超过200人滞留尼泊尔 其中人有数十人 还是失联状态 我们这边听说 现在好像机票比较贵了 是不是 你能不能现在赶快回来呢 有安排机票 只是现在还不知道机票时间 那可能明天或后天 人在台湾 武宏宝却心系 身在尼泊尔的朋友 但对于返台机票 却帮不上忙 机票抢翻天 还有许多至尼旅客 原本行程还没有走完 如今要提前返台 机票肯定得加价 像大鹏旅行社 有一团原定2829号 要到加德满都景点游玩 但强震回古迹 想提前返台 机票变贵 冒着余震不断 也只好继续在一波等待 所有的名单我们也都有 事实上每天 我们这个陆续的在更新 每天在陆续的联系 我在了解是 都是散客 就是个别活动的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怎样联系 会比较有一点点难度 我们才会持续的来进行 想提早返台改机票 得补机位差价 算一算5000块跑不掉 但重点是返台班机都客满 一位难求 致了旅客希望外交部多帮帮忙 协助台湾人能尽快回国 借陈嘉雕 桑宇敏SNG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